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春天最宝贵而且是美丽的时光 这个园艺讲座的饗宴 希望也相信在今天大家一定会有非常丰盛的收获 因为在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专家 我们的活动当中会跟大家有非常精彩丰富 而且深入的讲解 首先是我们在南加州最有名 最有名而且最专业的园艺达人 举西胜老师 许西胜老师对园艺输果种植 有着如痴如醉的情怀 是洛杉矶著名的园艺达人 来自台北的许西胜老师 1978年来美求学 在南加州大学获得环境工程硕士 但从小许西胜老师最喜欢的就是农艺 在他自己家中的前后院 种满了各种水果和蔬菜 把院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白果园 这个秘密花园 种满了几百种特殊品种的蔬菜水果 四季花开 常年果香 个性活泼又热心工艺的许西胜老师 不但是园艺输果种植的爱好者 更是南加州各园艺教学班级的专任讲师 也是媒体和社团居家园艺讲座的座上嘉宾 每年春秋两季 徐西胜老师都会在家中的白果园 举办两次的园艺分享会 告诉大家南加州特殊气候 以及水果的特性 还专门请朋友到现场 演示苗木嫁接 空中生根等种植技术 把自己多年摸索的宝贵经验 无私无常地分享出来 多年来 到访过徐西胜老师白果园的人超过数千 听过他讲课的人更是数以万计 好 下面的时间 我们的重头戏就马上要开始 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大家长 佳音社的社长邹王健 朋友们大家好 经过了严寒的冬天 和新冠病毒的侵袭 我们窝居了一年 今天能够健健康康地 在复活节的时候 春光明媚地聚集在这里 来听这个园艺讲座 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园艺 南加州最棒的园艺达人 都在这里传授他们最宝贵的经验 实在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 今天在这里都是爱好园艺的朋友 也是懂得欣赏上帝创造的花草 树木美丽的热爱生命的朋友 我来代表佳音社同工们 义工们在这儿热烈的欢迎各位 祝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时光 谢谢 然后呢我们以下的时间 就要交给学习生老师了 相信精彩可期 我们有整整90分钟的精彩时光 来呈现给你 今天很高兴 提佳音社再次举办园艺的知识讲座 我相信这已经是我提佳音社 办了至少第五次的讲座了 那以前都有整体的讲座 今天是因为在疫情当中 我们就用线上的讲座 那但是很高兴 我还是把我们洛杉基一些园艺老师 我们不敢说是最有名的园艺老师 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很 都对这个园艺充满了热情喜爱 然后我很快的把几位老师介绍一下 他们会用 包括我自己都会很简短的时间 把一些园艺的知识园艺的信息 然后一些我们做园艺的喜乐的心情 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个要讲的是陈建仁老师 他是我很尊敬又很喜欢 也是很喜欢跟他在一起 昨天我们两个还一起 为了今天的意卖 我们两个还去苗圃 收购了一些蔬菜苗 到今天下午可以在意卖的时候 拿出来卖 然后他也 陈建仁老师也特别为今天下午的意卖 所有的丝瓜苗 白玉苦瓜苗 护瓜苗 还有小黄瓜 日本小黄瓜苗 就是我们的华人都喜欢的苗 都是陈老师一手用他的温室 培育的 辛辛苦苦培育了 有的两个月 有的是一个月以上 今天下午就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意卖现场来选购 那第二位老师是李小燕 老师 他是我想他跟这个嘉音社都蛮熟 他是护理权务会的总会会长 他今天要讲家里自治 水果酵素 他以前在别的讲座讲过 但是我觉得说每次听他讲 还要再听一次 然后认真的把他讲做制造 制造酵素制作的方法 在家里制作酵素 可以引用的酵素 仔细的听 然后他也会讲一些简单的家庭盆栽种植 那接下来就是李立元跟我两位 我们两位都是 之前是他在电台上讲了七八年 那然后他卸任以后 我takeover洛杉矶AM1300电台的园艺节目 我每个礼拜现在上电台 大概上两次到四次 所以常在电台上也跟洛杉矶 还有全美国的朋友空中见面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在电台里面讲园艺 也许我们做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想分享一些园艺经验 大家也应该有兴趣来听 谢谢大家的今天的参加 那刚刚也讲到摸彩 还讲到义卖的事情 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再继续的报告 那我想时间不多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建荣老师 他今天要讲火龙果种植 火龙果是这十年来 比较新的水果 华人也都蛮喜欢 而且市场虽然有在卖 但是我们自己种了 而且种火龙果其实不是特别难 一些药领跟陈老师学习到 你就可以在家里好好种火龙果 然后他今天还特别会讲一些 火龙果的嫁接 也蛮技术不难 但是要经过专人给我们示范一次 我想看完他的示范以后 下线以后 明天后天大家在院里面都可以做点假节的动作 好的 那把时间交给陈建荣老师 大家好 我是旧吉 旧吉坚 那大家都叫我旧吉老师 因为很多人种植什么碰到什么问题都会 私底下来找我 找我急救 好 那今天讲的是火龙果 那因为我们火龙果要讲的话是两个小时了 但是因为今天要龙收成30分钟 所以我就会话不多说 我们就是等一下就是以怎么样去种你的火龙果树为主 那嫁接倒是其实因为嫁接是更进阶的 那先让各位认识火龙果还有它的特性 还有一个那个怎么样去种植怎么样去修剪 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 好 那一开始我们来介绍火龙果 火龙果它是属于先那个先人掌科的 所以有很多人会把它当先人掌来养 就是不施肥也不浇水 就是少施肥少浇水 其实这是错的 虽然它是属于先人掌科 但是它是属于需要水需要肥 它才会开发结果的 那它的品种呢 品种我们非常的多了 因为它的那个种子去 很多人用种子去种 那它在受粉交叉受粉的过程中 就会变成都变种 所以我们可以 发现它现在的品种越来越多 那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 如果你用那个水果皮 它的那个火龙果外观的皮气分的话 有绿色有浅浅的粉红 然后有我们一般最普遍的 就是红色皮的 所以我们叫红龙果 那也有一个 那再来一个就是黄色 那黄色我们有两个系列 一个是我们现在在超市看到最多的麒麟果 就是那个厄瓜多莱的麒麟果 还有一个是黄龙果 这个目前是我们在美国还很少见 但是在亚洲就蛮多的 是由以色列或者澳洲 所以主要是以色列为来的 再传到东南亚 现在渐渐美国这边也蛮多人种的 那如果用它开花的颜色去区分 它的花最主要大部分都是白色 花开出来就是白色一点点淡的黄色 但是我们把它贵略为白色 另外一种是红色的花很漂亮的 但是红色的花它就是 没办法自画受粉 它一定要别的品种 任何白肉红肉的任何其他的 来帮它受粉就可以 那才会结果 那它的果是小小的粉红色 永远不会变红的 那如果用那个品种 如果用它里面的那个 我们剖开以后里面的那个 果肉的颜色去区分的话 我们一般以前最常见的就是两种 白色的白肉的跟红肉的两种 那现在渐渐的品种越来越多了 有很浅很浅的粉红色 也有粉红色 紫色 红色 深紫色 反正品种非常多 那有些人 他只喜欢白色 因为他不喜欢那种 你去上厕所的时候 有其他颜色出来 所以很多人只是白色 其实它是非常好的一个 帮助消化的水果 所以你去厕所解放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不同的颜色 好 那 好 那我们再一个简易的 你如果用枝条去区分的话 我们怎么样用枝条来区分品种 一个几个大概 这是我们一般的那个 红肉跟白肉超市在卖的 这种红肉跟白肉红皮的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这个什么形状 就是一个大概都是这种形状 那 你如果要区分红肉白肉 你那种白肉枝条比较老的话 白肉 它这个零线 这个零角 这个零角 它是变成灰白色的 那像这个很绿的这个就是这个是红 这个就是一般的是红肉为主 那如果是像我找一盆 像这个 这个是半凹的 这是一个月亮一个半凹状的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超市看到那种黄色的 它是很多很多次的 那这种目前你在洛杉矶很多人种 但是很多人是种到不是二瓜多品种 它是去种到那个哥伦比亚品种 那哥伦比亚品种 它就是产期长 花苞 花苞开发时间长产期长 然后它出来的果子也小 所以并不是很划算 那你如果要你如何去区分那个 如果去区分二瓜多跟哥伦比亚呢 我们二瓜多的麒麟果的品种 它的枝条比较粗 那哥伦比亚细细的 就是好像营养不良长不大 但是它本身的品种特性就是那样 就跟我们红色的火龙果 有些枝条非常的粗 那刺非常多 那是有些枝条它细细的 但是它结出来的果也是很大 这是品种不一样 并不是说会养不会养 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的火龙果枝条怎么那么细 因为那是有时候是品种不一样 当然有时候是不会养 那我们分辨二瓜多的麒麟果的品种 最简单的 你看它这个刺座上面的刺 我们一般哥伦比亚的 大概是两根或三根刺 它绝对没有四根刺以上 但是我们二瓜多的麒麟果 它就是有四根五根 三根四根五根 就是它的刺比较多 这是一个最容易分辨品种的方式 这是一个枝条 刚刚讲到红肉的白肉的是一般的 好那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黄色 现在市场上最新的黄龙果 它的果皮 包括今天一个时间短 没有那个 它的表皮就是跟我们一般 红肉的一样 只是它的外观的红色变成黄色 所以叫黄龙果 那个红色的叫红龙果 那这个我们很好分辨 我们一般的那个 我们一般 这个一样大的 我们一般的那个 火龙果 它的枝条长出来 各位看到这两根枝条的区别 它这个边或者上沿都会带红色 但是我们黄龙果出来 它是整个通通都是黄的 黄绿色的很漂亮 它没有带任何的红色 所以你 如果有人跟你说这是黄龙果 你长的芽出来 你去看一下 很容易分辨 或者看一下这个刚长出来的芽 刚长出来的芽 它都一定是带红色的 这是我们一般的那个红皮的 那黄皮的都不一样 你看它长出来了 不管哪一根 一定是完全黄绿色 不会带到任何红 这是由枝条来区分 好 这个是最简单的区分方法 那我们一般 很多人就是 剪个那个枝条回来就差 那像最近那个我们FB上面 有人在剖它的过了这个冬天 那个枝条都烂掉了 那我们原则上 我们一个果农果的繁殖 就是刚刚讲出了架接 叉枝是最容易的 它不会变种 再来就是架接 架接这主要是就是说 跟我们果树一样 比如说那品种不好 我会把它改了 或者是说我要 我就种这一盆 但是我要很多样性 我就嫁接 或者是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先来讲叉枝 叉枝其实是最简单 最容易成功的 我们叉枝你一个药林 随便修一支 这种 火龙果很讨厌 就是它的刺多 那现在有那种 比较刺少的 一根刺的或者是什么 我们一般去剪 你这个从这个一截一截的中间 去把它剪掉 这个我个人是不用等什么 一个礼拜 什么让它干什么 你这样剪了 你就直接擦 保证死不了 那我们一般擦的话 像很多人冬天之前擦 那到现在都烂掉 那这主要是说冬天 本身我们洛杉矶这边冷 所以它不太会长根 这是 你如果是冬天之前擦了 它就是保命而已 它不会干掉 吸收一点水分 它本身不太会长根 所以你如果浇水过多 浇水过多的话 它本身这个 那个这个肉 它就会烂掉 那我们一般在擦之后 我个人习惯都是 弄这个 就是从这个节点之间剪断 你都可以直接擦 那有些人他来的时候是这样子 比如说他去捡来的枝条 或者买来的枝条是这样 那这样你 因为他这个是很新鲜 表面没有干 你如果直接把它擦到土里面 太潮湿的话 它就容易烂掉 所以我们一般会 我们一般就是把它修了 让这样 中间这一根是维束管 只要维束管在旁边 这个肉通通都没有了 它还是活 就是这样 然后去把它放干燥 放干燥一个礼拜 那你再去擦 那这个其实火龙果要纵死 它不容易 我曾经有一个一根捡下来 放了七八个月 它的根还是一天一天的长大 气根还是一天一天的长大 七八个月它还是活的 它会气根 它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它就会存活 这是最简单的擦 那个擦枝 好 那其他架接的 等一下我们来 等一下再示范 因为我这边有一盆 这盆是我网路上买的 它骗我是黄红果 那我从网路上买的 结果种出来并不是 你看它这个长出来的牙上面还是都有带红点 好 那各位我刚刚看到 各位跟介绍 我刚刚有讲 只要你的中间的微塑管站 你它是不会死的 它这个永远都是活的 好 那我先把它修之修一修 我再来介绍这种管理的方式 那这个就都不要了 因为这口头介绍这些没什么意义 然后我们实际 怎么样去管理你的那个火龙果 那个才是重点 那像这种侧芽长很多的 像下面这个很多的 我们通通都是一概不要 这个因为品种不对 所以我都没有去整理它 趁着今天上课就把它 在手套 刺这个品种刺太多了 点减它就很清爽了 原则上我们火龙果 你专业在种子的下面 觉得一概不留了 一根上来 各位看到 现在下面是不是都很 刚刚是长满了杂质 那个新的芽 一个冬天下来它长很多新芽 那现在我们都把它修光了 这种有芽 那一个一老永逸的办法 像台湾专业在种的 一老永逸的办法就是这样 我们有这个芽碱 你把它修掉 它就永远就永远都不会长了 用这个芽碱 它是在开发结果的 大概试着示范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把它剪掉 因为这个芽 这个地方 它就是长芽跟开发的 开发的那个 都是从这边出来 那你如果它没有芽碱 它基本上就不会再长芽 也不会开发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说 火龙果要长多高以后 它才会开发结果 其实不一定 你只要养分好 你从下面 这个这里都有可能开发 离地十公分 五公分 只要你芽碱还在 它都可能开发结果 不是说一定要到什么 五尺以上 什么什么要下垂 都不是这个原理 好 下面修好了 各位看到这个火龙果架 这个是我自己发明的 很实用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一根上来 一根上来 这是四根上来 好 那有些我还不修 因为等一下我要留着 嫁接的 那这个在访天 因为冬天风大又冷 那夏天 夏天又长长110120的 所以很容易烧伤 这是晒伤 那晒伤它表面很丑 那种很丑没有关系 这个都不影响它开发结果 好 这个往里面 像这种往里面长的 我们也不要 一根两根 像这种往里面长的 往里面长的 我们也不要 这样有没有 一根出来 这个就是差的 我们一般就是 如果以我个人 这样一颗出来 外翻的话 就是留六根 最多六根 那 它这个 各位看到这个 这个芽 这个芽点 它就是我们 要开发结果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修芽点 我们是修里面 这个上来的这根枝条 那让它外翻以后 留着这个是 要让它开发结果 那很多人 一外翻出来就说 什么要去尾 什么这样才会开发 但是你 你我们如果从这里很快就把它去掉 那你剩下的芽点是不是没有几个 你开发结果的 几率就少了 那像这一边 我们就是让它这样下来很长很长 那它你看它的芽点 是不是很多改天开发结果就会多 我们一般是长到你 大概要两尺以上 两尺到两尺半我们再把它尾端去掉 不要让它继续生长 这是一个要理 不是说你一外翻出来 没多久就说要修掉它才会开发结果 你不必给予一时 因为你很快把它剪掉 相对你开发结果的那个 那个芽点就少很多了 好 那这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外翻出来是 六根左右 四到六根 好 那刚刚露了讲 我们火龙果在种的话 火龙果它属于浅根性 它的根是横向长的 所以我们在种的话 盆子是宽口的比较好 不用高 不用深 我们宽口 宽口它好了 那个做的纹 它根是横向生长 那刚刚讲到 它是要水需要养分的 但是如果你 我们是种盆的话 就变成一个少量多餐的一个 来照顾火龙果 少量多餐就是说 你两个礼拜 试一试回 那因为它是浅根的 我们又不能下种盆 不然它那个很容易伤到根 所以我们是用少量多餐的方式 好 几分钟 还几分钟 时间不太够 好 原则上就是这样 那因为这一盆品种不对 我都不要了 所以原则上这一盆 我这是用来嫁接用的 嫁接 所以我这个我都不要了 这些很丑的 我都不要了 这个 我可以留意姐嫁接 这太丑了 我都不要了 好 好 那个 我介绍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 现在很多人都学我 那个 包括老外的园艺团体 很多了 很多人 好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 嫦牙接 我们下面 那个美工刀把他在外面 这个这层肉把他割开了以后 我们把他转 转 转 这一根就是维树管 只要这一根 那个任何的那个果树 那个他就不会死 像我刚刚剪的有一根 他就是中空的 因为那个你的根部烂掉 好 那我现在要把他接上 我想要的品种 好 这个 这个是我们剪下面的枝条 这一根是 黄龙果 好 各位看到 他这里大概是一寸半的长度而已 所以 就是大概留一寸半就好 这一根比那个出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把它 削掉 好 那这个各位看一下 我刚拔出来从另外一边是不是有个洞 很简单 我们就朝这个洞 对着这个把它塞进去就好 好 我们再把它塞进来 这样就好了 下接 那这个 我们拿这种纸胶带 把它这个缺口 这只要是让他那个水分不要增花就好 那 你可以一开始不要晒太阳 那你如果 在外面的话 那你就把它纸袋套一下 才不会 因为他那个维束管 还没有生长过去 所以他太阳太大的话 容易把它晒焦晒杀 所以你用纸袋给他套一下 那大概两三个礼拜 他这个自动就会愈合过去了 这是最简单的 潤芽 櫻花揭木 那其他的 像我在接那个麒麟果 阿瓜多麒麟果 因为我们这边买了包括你网购的 大概都是哥伦比亚的品种 那个都是非常不好的品种 也不能讲非常不好的品种 就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品种 第一个他时间长 然后果子又小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就是 现在都是几乎都是用那个大科的 阿瓜多品种 那 之前我去找不到 后来我去超市 买那个阿瓜多的 那个麒麟果 他的地头有时候都会有残留一截 各位可以去看 有些商人故意不剪干净 那个可以当前卖 那我们就是拿那个地头还残留的来架接上来 那我现在的 已经有两三年了 去年 去年都有开花了 好 那讲这个 价格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有一些方式就是 我们跟那个 我随便随便示范 像早期麒麟果跟黄龙果刚引进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一根枝条 七八千块 上万块的都有了 那我后来买的 我后来买的时候是一千二台币 好 所以 比如说这根枝条 我刚刚有讲过 我们一个牙点 一个牙点就是代表它 会长牙会开花的地方 那我们 很多人要嫁接 我买枝条 我刚刚讲的 有时候一根枝条 那时候刚引进到台湾 一根七八千块 好 我们剪一个牙点下来 有没有看到 剪一个 好 有没有看到 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这样 有没有 它是一个三角形 进里面一点 好 很简单 那就是这样 再把它对上就好了 因为那个三角形 它是固定的 有没有 这样就接过去了 那一样 我们用那个胶带 把它捆一下 那这个就一定需要 把它用纸袋 给它包护一下 这个 那我们一根枝条买来 它可能就四五十个 四五十个牙点 那你就可以接四五十颗 那你刚刚讲的买个七八千块 一颗大概二十块台币 这很便宜的 这是台湾早期 他们整 刚引进台湾的时候 枝条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 大家很聪明 就去 弄了这个 牙剪的价接刀出来 三角形的 然后这个 牙剪 这个 现在老外都学我 跟我拿很多 你那个老莫的 Dragon的那个 园艺团体 里面很多 好 那再来讲到其他价接 其他价接 好 我拿这一根好了 这一根 这一根来 示范 好 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种价接方式 比如说这个是这样 那我们要这样价接 好 要把它插进去 那这个怎么弄呢 这个 很简单 这是原子笔的那个笔筒 我们怎么样把它里面那个 束管怎么样把它取出来 好 好 大概这个深度 差不多 好 插到这个深度之后 我们就 其实刚刚应该先切 我没有先切的动作 下面先切 下面先切 我们这个插进去之后 要切断吗 好 是不是起出一根了 我们这种价接就是留几个芽点就好 留几个芽点就好 那你就把它再插进来 然后把它绑紧这样就好了 我就不浪費时间去切胶带了 就是这样接了 那还有那种像我们批接的 批接就是跟那个我们火树架接一样 好 最近那个Costco有在卖这种简直 比平常的大一点点很好用 强又有力 都有兴趣可以去买 它两只一套好像20出口 很好用 帮它推销一下 这个很大 比平常的都大 很好用 好 我们一般你 像我拿这个 我们一般的所谓PJ 它的 主要是这个你维束管去对到 在它这个里面 这是主要它的维束管在的话 这是 就像我们嫁接果树要对那个形成层一样 这样剪比较清楚 好 比如说我们要切到这一根上面 我们这样 切 我们维束管签一半 我们维束管签一半 这边维束管是不是切一半了 有没有 然后我们这边把它削平一点 因为不要太太粗 它就裂开了 一般这个是像那个整片 他们那个整片那个火龙火 比如说种白肉 它改成红肉或者是黄肉 他们就是把这个下面整个剪掉 那个最主要是说它很老了 很像那种 很像树干 他们这本身那个维束管都很粗 好 我们把它削了这一头 有没有 这样扁扁的 尖尖的就跟我们那个嫁接果树一样 好那这样 这边维束管是不是 我从中间切一半 那我们就这样插进来 好 那像这个 以后方向不对 这个方向没有像它这样对的 这个是没有差别的 那你要漂亮一点 我们把它倒个方向 哪个方向都可以 没有差 那只要维束管对齐了就好 好 就是这样 有没有 好 那因为我们像上面比较厚 下面比较尖 所以插下去 它都会把它摊上 所以我们就是用那种绳子 什么把它绑一绑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普遍 这就是披肩 这是普遍我们在那个 那个 它田里面那种老 老树 很老的它总片要去 改良品种的时候用的 那我们自己在家里玩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用这几个 自己再玩一玩 这样就可以 那因为时间有限 超过五分钟 就是大概这样讲解一下 那这个 以后疫情过了 有开课有兴趣 我都会有开课 在实际开课 因为我一次火龙 两个小时还讲不太晚了 那今天就是 讲一个大概 那原则上就是这样 OK 谢谢 谢谢 谢谢Joji老师 谢谢 那那个再下来就是我们请李小燕老师 来讲 销素制作 还有盆栽的蔬菜 李老师请上线 OK 好 那我现在呢 我先想讲那个 我自己的小盆栽的种植 那我今天 我在我的桌子上放了很多 今天刚刚从盆子里拔出来的树菜 这是青江菜 叫鸡毛菜 那这个菜呢 大家都很喜欢吃 我这个都是盆子里种出来的 刚刚早上拔出来的 那这个菜的种子呢 一般在超市里都有的买 就那个夏威夷超市有的买 那这个你用种子撒到盆子里面 它就三十天左右就长出来了 妈你把我的手机拿掉一点 有回音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的手机有回音哈 那这个 这个是鸡毛菜哈 种在盆子里很容易种的哈 好 那这个呢 是法国早餐萝卜 非常的可爱 那这个呢 它是在昆迪坡哪个苗湖都有的买 它种植时间呢 只要25天到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收取了 那这个也是种在盆子里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都可以去 你花惹草 种一种玩一玩 那这个是白萝卜 它是比较大的品种 那我是种的比较密了 我就把它先拴出来吃 那这个种植时间呢 这跟三个这个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以后你要种这个萝卜的话 你一颗种子 种在一个五干人的盆子里面 种一颗 它就会长成一个很大的白萝卜 那这个土豆呢 也是我在盆子里长出来的 那平时我们家里有很多的土豆啊 发芽了 不能吃了 你就放在盆子里面 如果有土地的话 放在土地里面 它就长出来了 如果没有土地的话 你去买一个花盆 去买点盆栽土 种下去都可以了 好 那这个是我的屋笋 稍微镜头要拉远一点 好 我们这个屋笋呢 大家都很喜欢吃 在超市买的都很贵 我这个也是在盆子里种出来的 大家猜猜看 我这一根有多种 我这一根有多种 如果你猜到的话 我可以给你奖品 好不好 这一棵跟这一棵 它们种在一个盆子里的 我那个盆子比较大 是种在那个Casco买来的 27大人的那个大花盆里面 我种了六棵 那我这是其中的两棵 那我现在告诉你们答案吧 这一棵是500棵 这一棵是1000棵 所以呢 这个窝笋呢 一直也可以吃 那个非常的清甜香脆 那今天呢 我会中午把它做成美味 送到嘉音社跟童谣一起吃 所以呢 如果喜欢窝笋的朋友 你可以去买一点窝笋的种子 也在花盆里可以种 在一个5g的花盆 这是一个5g的花盆 你去烘地坡买一点盆栽土 那你到时候有 自己有A菜苗的话 这个盆里面种一棵 这一棵也许会有一斤多的一棵 也许你种的好的话 也会有两斤多的一棵 所以这个盆子 你都可以去种 那像这个盆子的话 种白萝卜的话 就是种一根白萝卜就可以了 放一棵种子 这个白萝卜就会长得很大 我是看到我的邻居朋友 他种在桶里面 好多桶的白萝卜 一根一根很大 我说哇 原来在盆子里可以种的那么好 所以我就学习盆子里种 因为我的土地不够 所以我就用盆子来种 好 那现在呢 我要讲一讲冰菜 这个是冰菜 你看上帝创造的 非常的奇妙 一个一个漂亮的水晶椅 那样的珠子 是谁给它点在上去的呢 很奇妙 我每次看到这些菜的时候 我就会感谢上帝 我说上帝呢 你创造奇妙 各种其类 每一个种子 每一个种子有每一个种子的 其性 这个菜呢 里面它自己有咸的 可以生吃 做沙拉吃 也可以烫了吃 也可以烫火锅吃 那我今天呢 收了这么一篮子 今天我会带到花哥下去 看有没有人需要 我们可以义卖 这个菜呢 最好用来买呢 是六盎司 五块九毛九 哇 我觉得上帝吃给我 好多的菜 每个朋友到我们家里来 他们喜欢的话 我会给他们剪 剪几株回去 尝尝鲜 这个叫冰菜 也有人叫水晶菜 里面有珍珠一样的 一粒一粒水晶一样的 是非常可爱的菜 那我这个菜呢 也是种在盆子里的 所以我的盆栽 很多很漂亮 我还有很多盆栽 没有拿回来 我有种紫色的花菜 非常的可爱 可爱到我不舍得吃 在我的前院 那我前院呢 我放了很多的花盆 种了很多不同的菜 那我每次 在那边前院工作的时候呢 那些邻居啊 都会说 哇好漂亮的花园哦 就来问 来看 这是什么菜呀 我就很高兴 我可以跟他们分享 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和祝福 让我做的进度顺利 非常感谢神 那我这些呢 是我的盆栽 那这个冰菜的种子呢 长怎么样呢 因为很多人会到我们家 来拿冰菜的种子 我这个种子呢 那是一个姐妹 她给我 给我一个种子 那我就去年呢 我把它种成了 种成了以后 我就留种子 我留了很多种子 今年分享给很多朋友 留种子 所以有些朋友 他们在他们的院子里 已经种成功了 那我这里还有一些种子 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所以今天在上课的人 有机会的话 今天到花哥家 我会把这些种子带过去 分享给大家 好 那我这些盆栽呢 我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那我接下来呢 我要讲酵素了 我把这些东西移掉 好 前前我有一次在华人工商 去做义工的时候 我偶然发现了 这个快速酵素头 我当时用了180美金 把这个桶买回来了 因为我以前 我听台湾的朋友讲到酵素 菠萝酵素 什么酵素 但是我觉得酵素是什么 那么高大上的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我对酵素很好奇 那当我看到这个酵素桶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他就给我品尝 橘子酵素啊 什么金橘酵素啊 甘蔗酵素啊 我每一个去品尝 我说哇 怎么那么好喝啊 比我平时喝的饮料还要好喝 所以我就 一方面也是为了我妈妈的缘故 我要养我妈妈的身体 让我妈妈身体更好一些 所以我花了180美金 就买了这个酵素桶 但是很多人说 哇 这么贵啊 但是很值得哦 我现在呢 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用这个桶 我不是推荐这个桶 我只是说 上帝借着这样的机会 让我用这个桶 来帮助到我们身体健康 那我妈妈吃了以后 身体有改善 我自己吃了以后 身体有改善 但是酵素这个东西 每个人体格不一样 每个人都要自己去试啊 好 那我现在呢 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做水果酵素 因为我们家的水果很多 我们家有 有甘蔗 有金桔 好 那我们家地里的甘蔗呢 都是长得粗粗壮壮的 那以前的甘蔗啊 都种得不好 没有样子很硬 啊 咬齿咬不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碰到这个酵素桶以后呢 我的甘蔗就可以利用起来了 我把甘蔗切成一段一段 用刀子去了皮 去皮的时候要小心 去了皮 然后呢 把它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好 那我这个甘蔗呢 放到桶里去 会非常的清甜 好 那这是我的金桔 我们家树上有两颗金桔 一颗是甜的金桔 一颗是酸的金桔 那酸的金桔口感不太好 那我就用来做酵素 那就非常的棒 那我主要的成分是金桔 配料是甘蔗 那我也会放一个柠檬 这个柠檬是有机柠檬 所以我皮都放进去了 那我再会配一个苹果 这个也是有机苹果 我把它皮也放进去了 我为什么把它切得那么薄呢 因为做酵素的时候 水果切薄一点 让它的接触面更广一点 它的酵素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那有的朋友 它是切得很大块的 切大块的话 里面很多的果汁都锁在那里 没有释放出来 好 那刚刚那个焦吉老师讲到火龙果 红皮的红心火龙果 白心火龙果 但是火龙果的皮呢 我这个是用那个红的火龙果皮呢 我在盛产的时候 吃的时候 我会把火龙果皮收起来 用这个纸把它包起来 放在冰箱里 那我要做酵素的时候 我会加它一点点 我一小包一小包的加起来 会放到我的酵素桶里 去配颜色 蛮好看的颜色 如果你配多一点 它的颜色深一点 如果你配少一点 它的颜色轻一点 如果不配 那你自己原来的金橘的颜色 所以这个酵素里面调色版 根据你自己的喜欢 去配这个颜色 那什么样的水果 有什么样的颜色 它自然会释放出来 比如说像我的橘子酵素 我橘子酵素 它会有这个颜色 那我这个也是橘子酵素 这个是橘子酵素 我拧出来的汁 这个是橘子酵素 我配了一点点的火龙果皮 它就变成粉色的 那如果你要颜色更深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菜头 紫色的菜头来配 那就颜色就更加深 那我这个呢 是草莓酵素 我这个是有机草莓酵素 没有加一滴水的 所以这个颜色是 完全是草莓颜色 所以上帝造我的颜色 也是非常的美 所以我在做酵素的时候 我非常开心 不同的水果 可以做成不同的酵素的颜色 蓝莓又是一个颜色 那我这个是琵琶酵素 这是琵琶酵素 去年做的琵琶酵素 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那我这一坛呢 是桑胜酵素 因为我们家的桑胜很多 吃不完 我就用桑胜来做酵素 那这个呢 不是用酵素酮来做 就是用玻璃瓶来做 如果你家里没有酵素酮 你可以用玻璃瓶 一层水果一层糖 那比例呢 你可以十磅水果配两磅糖 或者十磅水果配三磅糖 你可以用糖 白砂糖 也可以用黑砂糖 也可以用冰糖 也可以用蜂蜜 所以呢 你根据你的喜好 根据你自己对糖的要求 你可以自己去配合 那这个生肾酵素 我做好了以后 就放在冰箱里冷藏 所以它就低温发酵 一直在发酵 所以慢慢的 如果它拿出来 它会继续的发酵 所以因为我是吃不完 就是放在冰箱里 那这个酵素汁是非常好喝 放在冰箱里 没有发的这么透的 非常好喝 那可以兑一点水喝 那个没有加水的酵素呢 你一定要兑水喝 因为太甜了 好 那我这个是橘子皮做的酵素 橙子皮 因为前段时间 花哥一直带我带领我们大家去果仓 农场摘橙子 所以这个橙子皮很多 我就专门做了一缸橙子皮的酵素 我用来做清洁用 所以你在家里用玻璃瓶可以来做 你橘子皮橙子皮都可以来做 它的比例是一比三比十 一份糖三份橘子皮十份水 然后用这个 这个东西把它包起来 把它rap起来 拿个橡皮筋一绑 它在发酵的时候 像个球一样会起来 它现在发酵了 差不多了 它自己会沉下去 那我就是慢慢的让它放在那里 慢慢的等它全部发酵完了以后 再来做清洁洗碗的时候 清洁 我是洗毛巾的时候 洗点毛巾 我是用它去洗 非常的清香 非常的清晰 那这是 这是酵素的不同的酵素 那我现在要来示范 怎么样来做酵素 我这个酵素是六升水 它这是有刻度的 六升水 那我这里呢 是大概五百克糖左右 我用的是卡斯坦买的有机砂糖 那如果你对糖有特别要求的话 你可以用蜂蜜 也可以用冰糖 那这比例呢 就是我这是五百克 因为我不要太甜 那有的人说七百五十克 因为厂家给我们配的要求是七百五十克 但是我觉得太甜了 我五百克已经足够甜了 那我就把这个糖放下去 把糖放到水里 融到水里 它慢慢会融开的 你到时候用一个比较软一点的勺子 把它搅和一下 不要太硬的勺子 那我现在呢 就把我的柠檬 这是一个柠檬 也是切成片 连纸袋片都放进去 柠檬放进去 一个苹果放进去 好 这个是我的火龙波皮 放进去 这是大概这样一碗 一共加起来三磅左右的水果 多点少点都无所谓 好 这我的主角金桀 我的配角跟着 好 那这个酵素桶里呢 还有一样东西 配进去是非常好味道的 那就是菠萝 那菠萝呢 我每次会把菠萝 吃过的菠萝呢 菠萝腥啊 我们菠萝腥不是很喜欢吃 那我就把菠萝腥呢 切起来 切成小片小片小片的 放到冰箱里冰起来 我什么时候要做酵素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就来放一点 我就放这么一点就可以了 放这一点下去 它有菠萝的味道 我就把它 对不起 就加进去这一点点 它就有菠萝的味道了 我这个还可以继续留下来 下一段还可以再做 好 我们把这个加进去以后呢 把用个勺子搅和一下 那我现在我手上忘记 被勺子了 我等一下可以搅和一下 那搅和一下以后呢 你来看看这上面都水果 都是涂在上面 很漂亮的 你放不同的水果 就是不同的颜色 你家里如果有玫瑰花 可以摘点玫瑰花丢进去 所以这个酵素又有玫瑰花的香味 所以这个酵素很好玩的 我很喜欢玩的 所以今天呢 我示范呢 就是简单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您家里没有那么多水果 也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款水果 也可以单位酵素 你做苹果 就是单位苹果酵素 做金菊 就是单位金菊酵素 那我这个呢 是综合酵素 是茶果 多种水果 的酵素 叫做多种的营养在里面 那你家里有什么 什么其他的水果 就做一样都可以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味道 你都可以做 那这个是 这个酵素呢 是大概 这个天气的话 大概要四天左右 你要看情况 看天气 天气热的时候 两三天就会出炉了 这个酵素呢 在这个桶里有个盖子 你盖上去的时候 把那个气放掉一些 然后压下去 就放这一边就可以了 等到三天 你每天都要去搅一搅 每天去尝一尝味道 看它这个味道 有没有 一开始只有甜味 慢慢的 它会有一点点酸味 等到它酸甜酸甜的时候 那个气 像那个气水一样 会有气水 那个你就 这个酵素 就已经可以了 所以你要去尝它的味道 有的人喜欢酸一点 那就是时间放久一点 有的人不喜欢那么酸 那你就提前一点出桶 出桶以后就放在冰箱里 如果你不放在冰箱 放在外面 它继续会发酵 它会久化 它会醋化 所以味道会很呛 有的人就不喜欢那么喝呛的 好 那我现在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感谢上帝祝福在线上的每一位 让我们在碾花惹草 拨完瓢盆当中 来享受来自天上的祝福 愿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 好 那个通常会讲这么多 当然今天我们在线上 我就15分钟时间 今天早上我看洛杉矶时报 我其实是个篮球迷 运动迷 看到洛杉矶时报写这句英文 I came to understand how hard you had to work to be great at something 这是讲南加大篮球教练 南加大现在是大学篮球的 这个锦标赛 他们进入全美国最16强当中 这个教练在讲说 他怎么做好一个好教练 那这句英文 我想就是鼓励我们的 线上的听众一样 我们做园艺一样也是要努力来做 才可以像陈建荣老师 李小燕老师他们做的那么好 他们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那刚才小燕老师有提到 我前两个月一共办过 我这个有机园艺基金会 办了五次的栽橘子活动 大家都去栽人都很高兴 便宜这个台语叫 就是说很便宜的橘子 要全家去栽橘子 栽你塞满一袋可以塞到30磅 重点是橘子都非常甜 那很可惜今年橘子园的季节结束了 但是好多人还有常常打电话 因为我电话号码在上面 已经结束了 但是好消息是今天还有10包10袋橘子 这就是所谓的Washington novel的橘子 所以今天下午易卖的时候也有10袋的橘子 那现场摘10块钱一袋 那这个摘回来以后 这次是老板特别送来我家 那我们易卖是我们是30磅只要15块钱 先欢迎大家 好那既然是嘉音社举办的活动 我当了基督徒42年 圣经里面有关蔬菜的水果的圣诞经节还是蛮多的 圣经经节蛮多 你看我将遍地上一些结果 结种子的菜书和一些树上所结有何的果子 全是给你们做食物 这是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里面写的 传道书里面也说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皇屋 栽种葡萄园 葡萄园是我们华人喜欢的葡萄 等一下会讲一点葡萄 生有食 死有食 栽种有食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食 这是在圣经的传道书里面讲到 真的做园艺 做园艺不容易 做园艺让自己 要尤其种菜 要什么时候收成 也是有挑战性 很快的讲 这张照片没什么精彩 但是这就是我在讲圆艺 做圆艺老师做了十年 苦口婆心的劝所有的听众讲 你什么不种 你至少种个葱吧 这个我上礼拜把我家葱在整理整理 再把它分 因为长太密了 有些在开花太老了 我把它剪下来 然后把它分盆种 这样十六颗照片上的十六颗 就真的是够一个小家庭的葱 你不要种到这么小盆 我是把它长大一点 再把它种地或者种大盆里面 我真的是五年没有买过任何葱 为什么鼓励大家要种葱呢 就是说因为葱常常是生吃的 你外面买的又有农药 又有什么奇怪的毁料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种到后院 我们每次煮个煮碗面 要放点葱花 到后院用剪刀剪一下 马上洗洗洗冲干净 切进去就可以吃了 鼓励大家葱香菜或者韭菜 这些韭菜不是生吃 但是常常也就是我们把它洗一下 烫水一下就吃了 或者一些是喜欢吃美国的西洋人 吃的洋人吃的生菜沙拉 都要自己种 因为自己种保证营养卫生 不会用农药 不会用化学毁料尽量 这是鼓励大家有机种植 这是我现在放的一个照片 百分之九十全部都今天早上造的 这是我种的太密的大白菜 但是看起来有点希望开始要截球了 看得很高兴 那大家看到后面一些盆子是干什么 这是一些朋友捐给我的有机缘艺机会 我就想在母亲节的时候 用这些好的盆子送一些 我擦了很多的擦枝成功很多的花 要送给一些母亲 也许我也可以跟那个佳音社 联络佳音社 可以提供一些模范母亲 优良母亲的名单给我 我都免会送一些花 在母亲节的时候可以送给佳音社 联络到的母亲们 这是也是今天早上我拍摄的 左边一点点是菠菜 后面是莴榷 莴榫 那这边有些大白菜 这边有些类似一些高丽菜等等的 就是我家有小小的菜园 每天都很高兴 那现在这张照片是最重要 因为就是说我去年讲了一年的原因 尤其在疫情当中 特别鼓励大家就是要种这个龙须菜 这是佛手瓜长出来的龙须菜 上面一个的那牙都是龙须菜 用手折下来就是你的一盘的龙须菜 像我家这一错已经种了 今年进入第五年了 可以过冬 说老实话今天是3月27号 我家已经收成五次了 就是已经过冬的龙须菜 这张是去年照片 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么漂亮 但是我家已经收成五次的龙须菜 好消息是今天的义卖 陈建荣老师他特别替大家准备了 辛辛苦苦育苗了两三个月的龙须菜苗 只要十块钱一盆 所以先到先得 今天下午有义卖龙须菜苗 很多人用活手瓜花不出来 但是今天救济老师 陈建荣老师有特别替大家准备 有30盆 做园艺的喜乐 这是什么呢 有些人喜欢吃阿波卡托 应该知道 我其实不太吃阿波卡托 但是我教会的一位主席 他很喜欢吃阿波卡托 去买Costco的一袋一袋的阿波卡托 以后他每次都把种子给我 我大概拿了上百个种子 那我每次拿到以后他这样一袋种子 我就放在个中型的盆子里面 把它埋下去盖点土 时间到了他就花成苗 你看到所以我家这种阿波卡托苗 大概也没有说一百颗 大概是七八十颗五六十颗总是有 我种这么多干什么呢 就是以后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办 假接课 这些每一个苗都可以做假接 所以说线上的朋友阿波卡托 芒果这些都可以种 你自己用种子把它种 它长出来以后 不见得这一颗就会吃 会觉得你希望收成的阿波卡托 但是你经过假接的动作 就可以以后自己有阿波卡托 那照片这张看起来不太起眼的 这只苹果树 可以看到苹果花已经开花了 但是我倒是要吹嘘一下 我十年前花了六十几块买这棵 四合一的苹果树 四合一就是一棵苹果树 价接四种苹果树 我买的时候就价接好了 我真的一年这棵癌种苹果树 一年可以吃到八十粒到一百粒的苹果 虽然不是很大粒 大概拳头大而已 但是都是我家有机种植 然后四种苹果价接在一棵苹果树上面 开花季节 你看看现在就一种苹果在开花 那左边这个比较出的 这是Huji Apple都还没有动向 好像还在过冬一样 它的叶子跟花苹都还没出来 所以说每一种苹果的开花 季节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一年可以吃到苹果吃到八个月 鼓励朋友种一棵 小小一块空地 甚至种棚都可以 有趣的是我刚好这两天有看到 竟然 一年前我花六十几块加税 在不晓得没有加税 我也不觉得 但是隔了十年 我现在可以用八十块 还是可以买到一颗15加仑 四合一的 我想下次我昨天来不及 我没有去买 下次我家还有办意卖的时候 我一定会买几盆来意卖给大家 八十块钱 15加仑的还蛮大颗的苹果 有四种苹果接在一颗苹果树上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居家园艺 可以考虑的 这张照片也是今天早上照的 好像看起来不太起眼 但是各位朋友 我家的柚子 从去年十月吃到现在三月底了 已经吃了一二三四五 吃了快六个月了 现在树上还有满满的这些柚子 本来我说今天下午拿来 分享给同学或义卖怎么样的 我家老婆花嫂说 不行不行 这下礼拜女儿要回北加州 是要给她带回去 给我的亲家在北加州 真的疫情当中 我15个月没见到我的女儿 女婿 我的外孙外孙女 所以这个疫情很影响大家 但是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讲说 我们像花哥我喜欢做园艺的人 救济老师李小燕老师李立元 我们都喜欢做园艺的人 这个疫情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 我整天关在家里我就天天好 种果树种的更好 我今年种菜真的有比去年 比前年还进步 去年就已经进步了 疫情关在家里面 所以我们喜欢做园艺的人 有疫情没疫情没有关系 我们关在家里好好种我们的果树 这是柚子 那柚子树 我常常鼓励大家 今天下午来我家人在门口 就可以看到我家两棵 三棵柚子 坐在我家前院 现在已经开始开花了 花非常香 所以柚子是值得种 那左边这里是前天花嫂摆下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粒 4磅快12盎司快5磅重 这个家里有这种一粒柚子都5磅重 蛮高兴的 旁边在右边这里可能是那个沙田柚 中间这里是园艺的朋友 到我家他去亚洲超市买的 那个现在有在卖这种大柚子 结果我还是被我的柚子比下去了 所以自己在家里面种些果树 水果也蛮高兴的 好今天下午大家也到我家 可以看到我家这棵门面树 这棵栗枝树 栗枝树 那下面一些菜苗 就是今天下午要易卖的 还有很多很多 只是刚好拍到跟大家看一下 重点是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 这下面黑黑的一个一个 黑黑一个这都是高压球 等一下还有一张照片会给大家看 但是大家看右边这桶子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堆回桶 我重要的果树 每棵果树下面都有一个堆回桶 里面的都是厨鱼 厨鱼就拼命往里面丢 添满了以后把牛粪或者鸡粪 盖薄薄的一层 这样比较不会生小小小小小虫 小小果蝇小苍蝇 但是这个厨鱼在做堆围腐烂当中 它就在开始灌这棵栗枝树 然后刚刚刚刚讲这个粒枝上面这一粒都是高压球 那这不是标准的示范 因为高压最好是用朝上的枝条 但是这些是园艺的园艺班的同学来这里练习 那这些枝条本来就是要砍掉割掉 我就叫他们操作一下 希望也能成功 成功以后 这边三个月六个月以后 这边减下来 这样就是一棵粒枝树 然后大家看到我这棵就是 从那棵树上高压下来 去年减下来 去年种地现在也长得已经有模有样 还蛮漂亮 今年可能就会开花结果 那左边这棵看起来比较不起眼的 对不起 这是去年10月11月才减下来 高压减下来的粒枝树 这棵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摸彩的粒枝树 但是不要紧张 这样这棵已经活下来 已经在已经活了两三个月 因为过冬 所以它叶子不会长漂亮 现在春天到了 马上就会很漂亮了 那给大家摸彩 所以还没有摸彩的人 记得要把没有参加登记摸彩 记得等一下要把名字再送出去 我会再公布一次那个号码 好这个也是 我家的莲雾树 我家莲雾树 上面是大棵的 那下面这个是园艺的朋友 一个叫Jason的 他高压下来 他送给我 他你看小小一棵莲雾树 也是要这样高压 像左边这个也是在高压 这个也许没有成功 但是就是高压基本上就是这样 莲雾的环植 荔枝的环植 龙眼的环植 巴勒的环植都可以用这种高压的技术 我们在园艺班里面都常在教导怎么高压 那这个是也是高压下来的莲雾 已经种在这五家的 已经种两年多了 都是可以这样的环植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是莲雾也可以插枝 这是而且这是花哥 我在冬天的时候插枝 而且刚开始插枝 我莲雾没有放在温室里面 我在室外竟然也成功了 这已经活了四五个月了 所以我相信已经成功了 所以莲雾也可以用插枝的 那我想说既然我介绍这样 我家的莲雾有三颗还蛮大颗的 多余的枝条蛮多的 今天下午来我家的每个人免费收莲雾枝条 你回去挑战你自己 看能不能跟花哥一样插枝莲雾 当然不是说插一支 插一支成功一支 但是总是有成功的机会 我记得旧级老师跟我讲他一盆插30根 30根成功25根以上 所以说莲雾有插枝的机会 今天下午来我家的 每个人送一个莲雾枝条免费的 荆棘是我们华人喜欢的 叫做美华田津棘 英文叫做梅华 我家两个癌种田津棘 每年都生1000粒以上 这张照片照的时候 大概已经收成了三分之一以上了 到今天下午来到我家的人 也许可以看到树上 还有一些田津棘 很多人家里没有用 很多人想买苗买不到 没有错就是因为黄农病的问题 这两年洛杉矶不容易买到 但是好消息是今天下午 我跟老罗农场 老罗苗埔他们在圣地亚哥农场 他们刚好正在收成 所以我叫他提供了一些田津局来 来这边顺便 卖给家里没有种田津局的朋友 这是今年大概最后一次 而且是全部用批发价 一磅才4块钱 真的很便宜 而且这种田津局就是外田内田 我已经还有线上如果有外州的朋友 你可以等一下送个简讯给我 我以外州优先 我还会到外州 花够我一毛钱都不赚的 我的基金会就是服务 用园艺来服务朋友们 所以等一下可以 已经外州的 因为我昨天在脸书上有登 所以大概已经有些 我一共加起来剩下大概20盒不到 每盒10磅 只要40块钱加上游会 大概15 20块钱的游会 又有一个好康的 这是我家的百香果 百香果叫做摇钱树 现在到台湾四五星级大饭店 给人家吃百香果 都是用切一半用汤匙挖来吃 都是甜的 花哥家里面有一颗 没有说超级甜 但是也不错 像冬天 大家应该看我手上 这两天都树上掉下来的果子 连冬天都有百香果 那要给大家看说百香果也可以插枝 百香果也可以插枝 百香果也可以插枝 可以看到我也这是冬天插枝的百香果 这都有根了 有根了 所以我一年半前就是这样一根百香果 枝条 是2019年的9月 这样的这么大的百香果枝条 2020年 去年就已经吃了两次 第一次50粒 第二次就是400粒的百香果 像这样的 我家就这样一根 一年半之内生两次 吃了400粒的百香果 而且是甜的 今天下午到我家的 也是免费百香果枝条征送 免费百香果枝条征送 所以我有义工会帮忙 那昨天 这是以前的照片 不是昨天照片 但昨天我去同样的苗圃 买了类似的菜苗 这是美国人的菜苗 但是也是我们 东方人也喜欢的 所以今天下午也有些会拿出来义卖 这是我家的 Greenhouse里面 培养一些 跟旧纪老师没办法比 但是有些 今天外面旧纪老师的卖不够 我再从我家Greenhouse 再抓一些东西出来义卖 今天下午的义卖 这个很重要 有信息来了 赶快把左边的地址抄一抄 1610L5 Street Pomona California 这个 大概全美国都知道我住在哪里了 这就是我家 下午3点到5点 那卖东西基本上有右边这些 有右边这些东西 那都限量了 但是有些瓜苗 也许卖不够卖 没关系 我会给你Raincheck 我可能两三个礼拜以后会再继续 两三个礼拜会再继续来 两三个礼拜会再继续来 再办下一次的义卖 好 那最后一张 我看最后一张 好这一张 好 我是每个星期一下午在洛杉矶的华语电台 AM1300都有原意节目 那两点钟每个星期下午两点 用手机都可以上电台 在东部美国或者在夏威夷 在台湾的朋友 只要时间队 这是美西时间 你用手机Search AM1300Live 就可以找到电台 用手机听电台比用收音机听电台清楚 欢迎大家可以上电台 听听花歌每个礼拜 讲不同的主题 大概讲了 真正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 那其他的很多问题解答 call in 那下面我的联络电话 很抱歉 我每次都讲说没有事 不要给我打电话 送个简信给我 但是送个简信 也不要他期望我马上给你回 我上次讲完后收到200个简信 所以我要花好几个星期 才可以慢慢的回复 但是希望大家有问题 个人的问题就不要问我 最好是上群组面去问 上群组去问 或者是到电台call in都可以 好的 那我就时间到这里 大家再抄一次这个地址 今天下午有兴趣来的 有兴趣来的 我看看前面的 前面的登记的应该差不多了 好的 我们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Helen 交给佳音社 你们有些还放一些文宣 好像以后我要替佳音社做一些文化园义 那请大家看他们播放 谢谢徐希胜老师跟其他几位老师 这么清楚的讲解 而且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文化园林节目 也很快要推出 徐希胜老师就是我们的讲员 到时候很多的问题的话 都随时可以提问 好 那么在这边也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 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我们慈母守中线 今年第三十届举行 这三十年来 真的我们参与了很多母亲 她们动人的故事 我们身在其中 真的也一起感恩 那今年是第三十届 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只能够在线上举行 那我们这一次有七个母亲 她的动人故事 还有一些国际青少年 还有短视频的甄选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母亲节的视频 母亲节马上到了 今年庆祝母亲节最好的方式 就是参加5月8号 周六晚上七点半的 慈母守中线云端盛会 节目精彩 奖品丰富 今年主题为母爱不是守 慈母守中线将播出 生了六个孩子的年轻妈妈 用书法和歌唱战胜癌症的母亲 三十年如一日 照顾车祸全身瘫痪的儿子 等七位母亲的动人故事 还有国际青少年 用手机捕捉妈妈词言的 短视频精彩作品 以及音乐家庭 三代同堂现唱等精彩节目 还有欢乐大抽奖 只要参加 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奖品 第三十节慈母守中线 五月八号周六晚上七点半 Zoom ID登录号码 914-783-0130 914-783-0130 密码是2021 请千万不要错过这场 献给母亲们的盛典 是的 在这一次我们母亲节的 慈母守中线的活动当中 刚才已经跟您大致的 做了一些重要的呈现 而在这个当中 还有一件事情 也要跟大家在线上宣布 那就是我们有一个 短视频的甄选 希望全天下的人 都有机会来 highlight 来honor 就是来把这个荣誉 荣耀的献给我们的母亲 所以这个短视频的甄选 您用手机拍摄就可以 时间长度是两分钟之内 那么题目我们没有限制 只要能够传达母亲的爱 你不管是拍母亲 操劳的手 苍老的手 或者苍老的容颜 或者在操持家务 或者甚至母亲是美美的 在做运动 都没有问题 我们要看见的是 一个健康正面 然后是温馨的呈现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准备了十个名额 每一个入选的名额 是奖金 是美金一百块钱的奖金 希望大家踊跃的报名 如果在线上的朋友 欢迎您 或者跟家人 甚至自己来拍摄 然后送进来甄选 那么刚才也说了 那个报名的部分呢 母亲节我们也有一些奖品 所以到时候 我们全美没有办法赠送 可是您在加入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抽奖的办法 再来告诉您 我们现在正在争取 一些很棒的大奖 甚至包括一个简便的 一个按摩椅 希望可以拿到 好 这个是我们母亲节的部分 也欢迎大家 来参加短视频的甄选 那么另外就是 我们也是我们的重头戏 也是我们的许希胜老师 跟佳音社要合作 开设文化园林 文化园艺的一个节目 那么我们已经在筹备 即将要推出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华哥 许希胜 欢迎大家来我家的白果园 上帝创造伊甸园 我也设计了这个白果园 12年来带给我很大的喜乐 我很愿意用这个节目 来跟大家介绍我种花 种菜 种水果的经验 春暖花开的季节 各种果树都冒着心芽 含苞待放 不久之后 花哥将每星期都会和佳音社 合作一个五分钟的 园林教学视频 花哥除了分享种植经验 传授种植方法给大家 还开放他那四季花开 常年果香的白果园 大家可以看到 花哥种的数百种水果 蔬菜 还有奇花异草 花哥也会告诉你 他种植的秘密 手情的定要富足 希望你也成为下一个园艺达人 敬请期待 非常谢谢许希胜老师 愿意跟佳音社携手合作 把这个固定的文化园艺 文化园令的节目呢 可以固定 每周的呈现给大家 所以相信所有喜欢园艺的朋友 一定不会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 好 下面的时间 我们要交给许希胜老师 然后做问与答Q&A 我们就来问题解答了 那个Q&A老师 你要不要把你 你有没有不小心 你有没有准备 这也有讲到 有的问到说 消毒剪刀 我想用普通的酒精都可以了 这个并没有说 那么一定要多重要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practice 消毒才不会感染细菌 嫁接的地方才不会 就是有些带来不好的病菌 那就还没有嫁接成功 就已经坏掉了 George老师 他这里有在问说 火龙果种在土里 两三年都没有长大长高 可以挖出来该种盆吗 火龙果种盆种地都可以 George老师如果你有上线 你可以插入回答 火龙果最近大家就比较流行种盆了 因为它不需要很大 它的根不会长得很远 种盆也容易控制容易施肥 那很多人种不好 就是可能没有种植的方法不对 种植火龙果的最大一个秘捷 是下面的侧枝尽量都把它剪掉 让它往上涨 那到架子上面才让那些像炸弹开花一样 像椰子树一样 所以说种不好 就是说肥料不够 施肥不够 或者是那个该剪的枝条没有把它剪掉 有人都舍不得剪 那些全部要剪掉 怎样使站立的顶枝下垂 你有做好的架子 它就会自然的会下垂 然后我想刚刚George老师有讲到怎么样 吹花 我的经验是不开花 你就用刀把它剪一段 用剪一段剪刀把它剪一段 剪一半或剪个尖头地方让它有点受伤的感觉 花包就跟着跑出来 请问George老师剪牙点的剪刀 那是George老师他 我不知道他是台湾买还是网上买 我这个要问他 葡萄怎么嫁接 葡萄其实嫁接跟其他果素嫁接是类似 但是葡萄其实用叉枝就好了 你拿到枝条你用叉枝就好 那当然季节对叉枝会比较容易 我这个冬天叉枝的成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也还在继续努力当中 这是冬天叉枝成功的巨峰葡萄就这样 盆栽的花盆要几寸 小燕老师种菜基本上也 我也可以代替回答 越大分越好 小燕老师你这可能是问火龙果 火龙果可能15加仁到20加仁以上 那小燕老师你种菜的盆栽要几寸以上 最好 我种的是5加仁以上 我有5加仁的15加仁的20加仁的25加仁的 27加仁的都有 好的 这里在问旧纪老师怎么搬大盆 各位朋友真的是搬大盆要小心 不要伤到你的背 不要伤到你的脚 所以最好不要中了以后就把定位 就不要搬来搬去 那真的不行的话 你就要找两个人 两个人一起搬 三个人一起搬 或用点小的工具 小的推车 小的推车 请问火龙果新插之有花霉现象是为什么 我刚刚听到旧纪老师讲 其实我个人是 我以前有去Yoshi Irvine 他们去学火龙果 花钱去报名 花钱去学火龙果种植 他们也是讲说 如果说你横切 火龙果是叫横切 就是他的界面 有很多那个湿湿的话 他们讲最好放了三天五天后再擦土 那如果是从街头的地方 就一节一节街头 他的伤口就很小 那刚刚旧纪老师讲说 可以直接擦没有关系 所以这位朋友在问 另在问说花霉现象就是因为 那个你横切 他就容易有伤口 有伤口你把它弄到土里面 土里面有各种的真菌 霉菌 所以也容易让枝条 让枝条 生霉菌 冰菜 那个小燕 请问冰菜现在可以开始种吗 还是太晚了 可以啊 可以开始种啊 我去年 去年夏天的时候还长出来呢 是的 好的 我刚才听小燕姐 她背后那个冰菜的照片 冰花菜的照片 其实我家也有种 我温室里面也有 大概有上百棵的苗 但是因为像蚂蚁比蚂蚁 大个三倍五倍 所以还太小颗 我还没办法把它分盆 所以我大概在一个月以后 我家里还有衣卖时候 就可以拿冰菜苗拿出来衣卖 但是小燕老师有讲说 今天她会拿些种子来 她一个种子里面就很多了 其实我家的冰菜 以前是每年时间到 就自己跑出来好几颗 因为种子乱汇 我从来不收种子 她就会自己会花出苗来 所以回答这位Catherine的问题 就是说还是可以种 所以记得下午来跟小燕老师 拿点冰菜种子 小燕老师有人在问说 你的那个酵素桶 她当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那么贵呢 其实小燕老师卖的 好像还比别人卖的还便宜一点 你要解释一下 问那个桶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个桶子他们说是什么 纳米技术做的 这个桶子不同于普通桶子 如果普通桶子做酵素做不出来的 但这个桶子可以做酵素 可以做九年 很好用 好有人在问是不是只有南加的人 南加都的人才能抽奖吗 回答说只要能去泡沫了 我家零起就可以抽奖了 因为那果树 如果抽中果树 或者竹竿真的要用油寄的 就不太适当 我曾经寄个一个芭辣树 差不多四五尺高的芭辣树 我那连盆子剂花了我六十块 游会就比芭辣树苗还贵 所以比较不值得 可以 如果是外州的外地人抽奖 抽到人 我可以想办法补些种子 葡萄枝条给你可以 好 那个小燕姐有人在问橘皮酵素能喝吗 不是吧 橘皮酵素只能是做植物酵素跟清洁酵素用 好的 那有人在问说统治在哪里买 是跟你联络吗 今天下午有没有 我统治这里只有四个 我今天下午会带走 谁先买到谁先有 那其他的你们要自己上网去买了 因为流体医生的统治全部没了 好的 这个疫情当中在家里做酵素也是很热门 有很多其他老师也在教怎么做酵素 我想是对人体健康相当好的 所以这个想买的请找 用开水还是普通水制造酵素 普通水 普通水就可以 普通那个饮用水 饮用水你平时喝什么水就是放什么水 开水会把酵素烫死的 开水也把酵素酮烫坏的 所以这个酵素酮很金贵 里面不能用肥皂洗也不能用开水烫 但是用冷的开水可以吗 可以 冷的开水如果他平时要喝冷开水的话 就用冷开水来做都可以 那有人刚刚在问这橘子皮酵素 可以浇菜浇果素吗 我想应该可以 可以可以浇菜浇果素清洁都可以 火龙果制造上有红点怎么办 火龙果制造其实是黄点或橘红点 那就是冷冻 太冷了 冷伤或者太热伤都会 那基本上火龙果因为长得很旺很快 如果点太多的这种有点像病变一样 我都会把它就把它剪掉 你要舍得剪 我看到有人剪火龙果把那个绿色 recycle的垃圾桶一下子两桶就装的满满的 我家也有五年前 我种火龙果也种了十一二年了 有好几个火龙果的农场都以前到我家拿枝条去 拿了几百根枝条去开设火龙果 所以火龙果枝条多余的对我们自己没有用 那就舍得给别人或者你擦枝生根再送给朋友都非常好 也有人在义卖 在卖十块十五块一盆 红地坡肉食也有在卖 火龙果一盆可以种多少颗不会抢营养 这个是见仁见智 我看到的旧吉老师一盆里面有种到四颗 那我以前在去科幻学他们农场就是 它一个架子他们是种地的 一个架子种一颗 他们所以都可以 因为火龙果还好 你一盆种多的话 你记得你私会是要加强一点 然后加强一点 在酵素可以放一个月再喝吗 在冰箱里可以 放在冰箱里可以 但是放在外面的话 它那个会那个很强的那个酒味跟酸味 好的 还有说火龙果很小就掉果 是什么原因呢 浇水太多吗 有可能浇水太多 但有时候也是结果太多 它自己会输果 有的那根本就是可能没有受粉 没有完全就看起来好像有果子 其实没有成功就掉了 所以火龙果有的是品种 或者是说真的你要让火龙果觉得好 你要花点时间 花点工夫去授粉 那就会 然后基本上就像其他水果一样 你要长得好 要该有的养分水分阳光都要有 它生长条件不好 它就会自动的掉果 小燕老师 玉冰冰菜苗要注意哪些要点才能花苗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放在盆子里面把种子撒下去 浇水就好了 然后这朋友有讲这 Amazon也有在卖做酵素的桶子 现在网上面买东西都很方便 有人在问 这位Winney在问 这时候价街火龙果或者巴勒可以吗 巴勒价街可以 但是很困难 我们上个礼拜的讲座有特别讲巴勒价街 比较挑战性 但是这个时间要嫁接火龙果巴勒都可以 火龙果巴勒我想可以继续下去都可以 只是说天气越热要成功率就会相对的减低 那火龙果我相信比较容易了 可以吗 你问冰菜 冰菜育苗后多大才可以育苗分苗 我这个我也想问 因为我有上百棵的 请问多大棵 你才可以把它分开来 这个冰菜 那个分灾的时候 它那个根 伤到它要很久才能够复原的 所以你大概是有两三片叶子的时候也可以育苗 但是它要育苗以后要很细心的照顾 要盖植 就是盖那个遮阴 然后是要浇水 它的根啊 那个冰菜的根啊 它是直长的 它不像其他的菜有旁边的细根 冰菜是直溜溜的一根根朝下长的 所以育苗以后分灾的时候要很小心照顾 好的 好 谢谢 这位令在讲说种冲很容易 同意我刚刚讲的 那这个博苑老师 做酵素上面长出白色的泡沫还可以用吗 白色的酵膜是健康的 如果是变色的话就不行 所以就是做酵素的话 你每天都要去搅拌一下 不要让上面的水火接触空气太久 让它浸到那个枝叶 有人在问6公升的水是多少继续 六湖水的水就是卡斯科买的这个水平的两桶 两桶 差不多 我家也有种冰菜 我的冰菜养苗的时候 差不多到六半的时候就可以transfer 就可以 六半 六个叶子就可以转 小燕老师讲三半左右 那像我家现在我大概100棵苗 大概就一半而已 两半 六半好转是绝对不会死掉的 好像是这样 我记得之前上个月小鹦鹉农场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开的农场 他们有在卖冰菜苗一颗五块钱 满大颗的 冰菜以前在台湾刚出来时 听说要上台币一万块 所以刚开始大家很crazy 现在可能就是 其实冰菜真的不是那么难种的 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种也不错 可以试试看挑战自己 我想有它特定的养分 有人在问窩笋抽枝把太蜜的叶子摘掉 会影响长高吗 如果窩笋是吃那个菜心的话 你摘掉一些叶子是ok的 昨天有人到我家看我家的大白菜 他说他因为种大白菜 他以为大白菜中间要吃那个Napa 中间那个大粒的白菜 所以他旁边就开始摘下来再喂鸡 我说这不行 大白菜也要靠旁边的那些来 来做光合作用 所以种大白菜 你大叶子要给人家的时候 要等大白菜收成后 你旁边的叶子再拿去喂鸡 这样比较正常 那个酵素尤其都是白泡 这个讲到哪里 哪里可以买到嫁接的苹果树 这个我自以前买是在那个华人的苗圃买的 那其实 其实 其实 洪迪普都有 我今年 尤其洪迪 现在可能稍微晚一点 他们 都有在卖那个 叶子 叶子 那不见得是苹果树 桃子树 那可以卖柑橘的 那可以卖柑橘的 我都买过柑橘类的 那像 现在柑橘类不容易买到 就是因为那个有黄龙病的问题 那那个 以后我家再办 有益卖的时候 我会去想办法弄 弄几棵 我比较知道哪里还可以找得到 那我会把它整理整理 那益卖出去 我看看 请问老师家怎么去 有地址吗 都已经公布了 1610L Wall Street 什么地方有卖沙田幼苗 这个可能比较困难 尤其黄龙病 都不鼓励大家随便嫁接沙田幼 那你要到那种 可以卖 可以卖柑橘类地方的 亚洲人的苗圃 很多 洛杉基 百分之八九十都不准卖柑橘类的 所以你要去打听问问看 我没有 我不知道哪里有在卖 沙田幼 我知道有在卖 我家很有名的白金幼 欧罗布兰口 在Hondipor Loss 都还买得到 但是要在那个非黄龙病疫区 非黄龙病疫区 Costco买的剪刀 Costco剪刀 那个上网也可以去找到 厨一同要打洞吗 旁边还是下面 都可以 我是打下面 就是 所以我每个厨一桶 我偷懒没有把它埋在地里面 所以每个桶子翻起来 下面都是蚯蚓 那个打洞的目的 就是让那个厨一的水 可以直接灌那个果树 然后蚯蚓可以进出 那我现在 我以后有机会在园艺讲座分享 我现在开始养井里 我这个蚯蚓呢 有过多的蚯蚓 我就每天抓几只蚯蚓 因为现在井里快要生蛋了 我赶快每天来给它进补 抓个七八只十只蚯蚓来 喂我的井里 也蛮高兴的 这是有属于的桶子 方便的地方 不但来灌你的果树 也可以让你的蚯蚓 环植很多 什么是高压球 高压简直在空中高压 就是在 在果树上面 或者植物上面 用这个 用这种塑胶质的高压球 来 来繁殖 把它剥皮 然后它涂 那个生根粉 然后就可以高压 那我们救济老师 郭老师 很多园艺老师 都有在不同的园艺讲座 有教人家怎么 用高压繁 高压球你去网路上买得到 买得到 他叫做 英文叫Air Lair Air Lair是高压 好的 那我想画给你们 灰弹莲屋的枝条没有 我家没有种灰弹莲屋 或者我家有 我也不知道 我莲屋没有好好种 所以我没有 我个人不会 特别去找不同的品种 我太忙了 有莲屋我就高兴了 所以我家莲屋是 暗红色的 还有粉红色的都有 那我下午会去整个 50根枝条 分享给大家 去试试擦枝 要寄枝条 我比人要求北加都可以寄吗 我上次的讲座也 不小心讲出来 一大堆人家等着要寄葡萄枝条 我到现在还寄不出去 因为葡萄枝条比较难寄 那邮局要收费比较多 然后要打包什么比较困难 所以我像对记制条 我比较 不要找到我自己的麻烦 我太忙了 地址都已经公布了 1610 airwood 平常时间可以去我家参观吗 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 私讯再讲 私讯再讲 有事因为还在疫情当中 我是欢迎来 有常常要来参观 我先把他抓来 我家先做义工两个钟头 做完两个钟才让他参观 常常需要义工 联屋 救济老师你在线上 我看到你在吃东西 请问联屋擦枝 联屋擦枝什么时候比较方便 4月 下个月可以 4月下个月可以 所以我想说既然 今天下午很多朋友可能会来 我家刚刚有多余的枝条 大家减一两只回去试试看 试试自己的兴趣 我刚刚有给大家看 有没有 这就是我冬天联屋的 擦枝成功的证据 好的 我省种植需要疫苗吗 要全日晒吗 我想需要了 疫苗也需要 好的 差不多地板要铺装 旧教授有人在问 搭greenhouse 地板要铺砖片吗 如果直接在土上 大家有何需要注意的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铺砖比较干净 然后砖又有一点保温 温度 会好一点 就跟那个你的温室下面是水泥地一样 不会脏 比较干净 其实我家温室已经有十年了 我有三个小温室 中型小型的温室 那我有两个温室直接在土上面 所以我曾经 现在三棵联屋树都还直接种在温室的土里面 那另外一棵另外一个小温室 种台湾的大木释迦 效果不是很好 我大木释迦还是种的不是很成功 所以我放弃了 但是就是说我有另外一间温室就是下面是铺水泥的 铺水泥的 那一间温室来当做育苗相当不错 放一些架子 像旧级老师他家现在也是这样 搭架子 然后他今年疫苗又比去年又进步很多 甚至他还跟我讲还用那个heater 冬天比较冷的时候还加热 有人说要浇水跟玫瑰法 种植那个李立元一直没有上线 不晓得什么技术问题 那只要请他下次了 但是下午他会来我家 可以跟他当面请假没问题 好抽奖的 好的那我想大概 火龙果一棵会结果吗 会结果 就对吧 只种一棵会结果 看品种 看品种 哪里可以买到蜜蜂兰 什么叫蜜蜂兰 我找不太清楚 下午可以到我家 下午有个兰花老师 李灵华也会在我家当义工 可以问他兰花 今天下午一卖限量 有两棵相当漂亮 三年 昨天还到的三年的巨蜂葡萄 我看你买去 今年可以吃到二十串 可以吃到 然后有一两盆蓝莓 我们感谢有人捐赠 所以另外刚才有 花嫂送的条子来说 有人要捐赠 这个十二棵 哇 台湾一点红蜂茄苗义卖 很多人在这里没有种过 什么叫一点红蜂茄苗 不知道 我会先保留一棵给我自己 感谢这位秀秀杰 是我们长青会的好朋友 好的 那今天抽奖 我今天还有带一些 我跟老罗苗茄就是方便大家 我叫他把一些他卖的颗粒的机份 那比他贵一点 但是很方便 一桶一桶五磅的 十六块钱 然后还有那个大家很希望要的鱼骨粉 不容易买得到 他有在卖 有小盒的十六十四块钱 大包的二十五磅五十磅的 我叫他各拿两包来 有兴趣的人就是原价卖给他 这个这个是跟义卖没有直接关系 只是方便大家 既然来到我家 要买那个鱼骨粉跟颗粒机粉都买得到 就限量 限量 一毛钱都没有赚了 就这样 那室内火龙果需要人工受毁 火龙果还是需要人工受毁 会增进那个 会增进那个成果 那个结果率 去年移植一棵桃树 刚开始花芽 但是过年没有叶子 你刀去剪一下就知道 请问美华荆棘可以用种子培育吗 你可以培育 但是我想要成功可能性比较差 可能性不大 还是要需要嫁接 但是有些橘子是用种子可以种 有些橘子可以 有些柚子类跟柠檬 又不适合就可能需要嫁接 冲如何种好只种出很细的 那就是你氧混水混阳光 有时冲 我的意思说你要应该是蛮好种的东西 多试试看 有时阳光太强也不见得很好 一下就开花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园艺讲座 在这边要暂时告一个段落 但是下午我们还是有精彩的意卖活动 在徐老师家举行 所以我们的意卖内容也非常的精彩 我们可不可以再看一次图卡 顺便也知道地址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飓风葡萄 龙须菜苗 香水葡萄 还有丝瓜 苦瓜 瓢瓜 日本小黄瓜 一有尽有 所以这个意卖 其实在现场 还会有更多的嘉天 徐老师刚才已经有报告过 有人陆续都有在捐赠一些东西 所以绝对不会让你入宝山而空回 欢迎一起来淘宝 好 那么我们在这边今天的活动 要暂时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让您 请您期待 我们跟徐老师合作的文化园林 文化园艺的活动 所以这一次您一定要给我们 您的手机号码 还有您的姓名 我们会把您放在 在我们嘉音社的通讯记录当中 我们的群组里 有关徐老师任何园艺的活动 我们随时都会发出最新的通知 让您不会错过任何宝贵的资讯 好 在今天最后 我们要请我们嘉音社的大家长 我们的社长王健山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有400人在线上 有的从北加州到夏威夷都有 真是可见人们对圆艺的爱好 谢谢陈建龙老师 也谢谢李小燕老师 更要谢谢许西胜老师 也感谢许多的义工朋友来帮忙 没有大家的投入 不会有今天的收获 也看到下午有好多人奉献 出来自己的培养的很好的果苗等等 下午很欢迎大家在许西胜老师家见面 再见 再会上帝祝福你们 拜拜 谢谢大家